然后甚至你在聊天的区块 它其实也会有一些广告 政大传播学院广告系老师 收集各种广告案例 在课堂上播放给高中学子观赏 让同学分组讨论 看看是否能分辨出 究竟是广告讯息还是一般的内容 由于置入性广告 也就是俗称的业配 充斥在各类型的节目 摄取媒体甚至是新闻里面 老师期盼同学未来在看讯息时 能多深入观察与思考 到底他们看进去的东西 是真的是内容呢 还是其实是广告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就媒体试图这整体来说 它其实因为广告已经成为 内容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必须要能够去看 那对月天人来说 当你知道它是广告的同时 你其实是可以去 有更深一层的去思考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广告就 相对来说的那个防御机制会比较强 然后批判能力思考也会比较多 但当你以为它只是一般性的娱乐内容 但它却其实是屏蔽式广告的时候 那这个对月天人来说 它其实在处理这个资讯 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去帮助它想得更周全 听过这次的这场课就是会对广告 还有背后的运作方式 然后还有它的就是会 之后看到广告可能会更深入思考 而不是单只能看到广告说 哦 就是广告而已 就是会去看到它是怎么样去 就是对我们就是要去宣传它的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有更多方面的就是讨论 就是看到广告不会就是看过去而已 就可以想到更多的一些内容 就是会去判断它的真假 然后还有一些就从不同角度思考 就不一定它讲的就是真的是哪样 特别是青少年每天可能从手机 接触到大量的广告资讯 老师也引导同学思考广告背后的目的 以及广告可能没有告诉你的事 加强个人的反思能力 接触媒体的时候如果没有从小 就去多一层思考的话 就会担心说这样子会不会影响 他们的世界观啊 或者是他们去思考议题的方式 那所以说希望今天交给他们的内容 是可以帮助他们多反思 那今天其实喜欢广告也很好啊 但是当你知道它是广告之后 去反思那样的内容 去做出的判断 相对来说对消费者 或者是以乐听人的角度来说 它都会是更健全 更好的一个方式 为了提升学子的媒体素养能力 中家达盛集团与政大传播学院 特别合作尝试规划系列的媒体试读为课程 在授课老师丰富的教材引导下 让学子们能将所学的媒体素养观念 落实运用在日常生活中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